Sakura Sakura 要看櫻花去青梅 青梅櫻花水淨淨 沒錯 為了這首歌 我特地去青梅看櫻花 要去青梅看櫻花 必先去到雙龍寺下面的一個位置 坐車 要包車去的 包車上山 雖然現在很多人喜歡自駕遊 但去這裏 我絕對不建議大家自駕遊 為什麼 因為山路崎嶇之餘 原來全部都是oneway 大家見到 一路走一路就對頭車 熟路的司機就識閃識避 知道哪個位置可以停下 讓對方走 你說不熟路的話 就算駕駛經驗多豐富 都可能會有危險 所以這些錢都不要節省 讓人賺 走走停走走讓走 沒多久都終於去到 剃櫻花了 看見 穿著冬天衣服又在拍櫻花 不要以為日本 只剃身在泰國的清邁 如果不知泰國北部的清邁和清邁 每年的年底 到另一年的年初 大概有三個月 有些地方 萬山遍夜 還滿櫻花多美 所以很多泰國人都是拍照留念 如果櫻花品裝除了粉紅色 還有白色 現在所見 其實好像都不太多太燦爛 因為來遲了 據稱最美最美的時份 應該是大約一月中 現在遲了就叫明日黃花 但還好過下個禮拜 如果下個禮拜 明州沒有花 據稱下個禮拜 但不要緊 看完片 下次來 今年年底 或明年年初 都還可以 除了剛才這個位置可以看櫻花之外 其實在清邁有一個著名的國家公園 在裏面依然可以看到櫻花 還可以躺著來看櫻花 剛才那個位置就是看櫻花最美的地方 此外也有些地方沒有那麼美 但也值得來的 像這個國家公園的位置 大家看到就放了一些帳篷 這些帳篷 原來一晚價錢是二百多匹 二百多匹有交易 可以在櫻花之下睡覺 看月光 曬月光 真是浪漫到無論 不少泰國朋友都喜歡 或是在冬天時份 走來這裏就紮營 睡覺 聊天 談心 那邊也有些鞋子 有些水 即是裏面有人在住 說到二百多匹一晚 抵住 如果自己帶帳篷來 就是更抵 三十匹一晚 即是租地 租地費三十匹一晚 你可以在這裏 可以很浪漫地 早上看櫻花 夜馬黑就看月光 正